不要再聽你的借口 都跟你說了放手 放手 再當什麼精神章的解脫 都跟你說了放手 放手 再是你的玩偶 都跟你說了放手 放手 以後不再讓你欺負我 牽起了放開的手 熬過分合後的Energy 七月底在台北小巨蛋舞台合體 兩場門票秒殺歌迷齊聚 如果了分的可恨 夢想我最對的人 我會記得 永遠記得 沒有什麼比現在值得 能夠再聚在一起 對我們五個人的人生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我也想要告訴大家 青春我覺得真的有很多的遺憾 但是青春是可以追回來的 希望透過我們這一次的 重新的再步 可以讓大家 把大家失去了青春 甚至沒有做過的夢想 都可以追回來好不好 對 追 Hey come on Energy在釋放 你太慢 有話就吃腳 大家都來吧 想我為你跳 讓你想我跳 就在這裡跳 你知道什麼東西要來了嗎 四六頓 Come on 當時的感動與震撼延續到高雄巨蛋 歌迷們不僅能再次回味Energy經典歌 還能突破場地限制 在台下放肆跳起來 北台灣不再是歌手舞台演唱會的唯一首選 有越來越多海內外表演者選擇以示高雄 不需任戰友愛情需要飛翔的自由 勇敢探索勇敢往前走 我會攀陷在你左右 高雄要不要去 真的要 如果安可我們在高雄辦好不好 睽違青年 旋在3月9號生日當天 再次來台開唱的鄭中基 將從台北小巨蛋 唱到高雄巨蛋 九月底的門票售清再加場 我不願放棄卻要和你朦朦一世 我答應自己愛你的心卻靠不住 總是以為總就化作雲的風景 愛你到底懂了自己 我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唱歌 因為我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所以我唱每一場 都到最後一場去唱 當時台上感性落淚的他 日前宣布了開除合作多年的經紀人何慶香 同時因為個人情緒和健康問題 將在完成高雄演唱會後佔別歌壇好好休息 雖然想再聽鄭中基開唱或許有得等 但明星魅力的號張 常常演唱會確實替高雄帶來人潮和閒潮 從2023年的五月天到五百張惠妹 BLACKPINK COMPRATE等 海內外大咖藝人皆是報導 光是去年高雄就舉辦了一百一十七場演唱會 吸引一百三十九萬人次 產值超過四十五億元 而今年到八月為止 在高雄舉辦的演唱會 也超過九十六場次 帶動超過九十五萬人潮 創造了約三十億觀光產值 演唱會經濟的確會是一個新興的一個方式 那尤其是引流的這件事情是透過這個 其他的商業活動來做舉辦 那市府或者是這個政府的角色其實是希望 可以把這個既有的經濟規模去擴散到整個城市 不同的這個場域或者是揭闊以及市區裡面的這個消費 根據分析演唱會期間高雄各風景區人潮 平均成長二到五成 夜市業績漲幅也有到三成 再看看財政部的數據統計 二零二三年高雄的住宿餐飲銷售額高達九百二十九億 來到歷史新高 二零二四年總產值有望突破去年 港都立拼成為演唱會之都 展現城市魅力的同時也提升經濟動能 中共情報寫生